消息 其實山項運動它就是我的生活啊 就是下水游泳 洗訓練台 運動對我來說就跟吃飯一樣啊 就是有時候想動多一點 想動早一點這樣而已 但是它不會 總不會三天不吃飯吧 我也不知道怎麼把他特地分開來 他就是我的生活 大家看我好像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在訓練上 還是會一直在想著 怎麼在一樣的路線上 在一樣的訓練上 找到不同的突破 其實也不是每天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找不同的方法來做 因為你總要做 才有可能去打成你自己想的目標 你不能每天只用想的 像我就是實際會去做的人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聰明的方法 35歲跟25歲最大的差異是 沒有壓力 現在的運動對我來說 只是說追求那個比賽資格 要搶那個什麼名額 現在運動完全是為了自己 所以你也不用太管別人怎麼看你 你樂於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我會做什麼 你不可以做什麼 這麼多人 你不想看你 你會在說什麼 你會做什麼